大家好 歡迎來到Big Dog Channel 最近天氣又熱又曬 最好就是帶狗仔去游泳 今集就帶大家去一個 元朗的隱世狗泳池 記得看到最後啦 這個就是我剛才提及過的隱世狗泳池啦 雖然我就沒有這個狗泳池的實際數據 例如長闊高等的數字 但我也覺得這個狗泳池也算大 深度就...都算合理啦 但有一點肯定的就是 這個狗泳池是恆溫泳池來的 而且還有狗狗狗生衣租用 我選狗泳池的 其中一個要素就是 看看狗泳池有沒有樓梯 除了可以讓狗狗當棋台休息之外 還可以讓狗仔自由出入泳池 那我就不用太辛苦抱Taco進泳池了 因為Taco的體重都不輕的嘛 而且在泳池樓梯的旁邊都裝有扶手 那就更加安全啦 觀眾們看下Taco自己自由地出入泳池多開心 Taco GO 這個狗泳池的另一個好處就是 主人都可以下水跟狗狗一起游 這一次我也是第一次跟Taco一起游泳的 下水跟Taco一起游泳池 下水跟Taco的小狗狗 這次是Taco的小狗狗 是Taco的小狗狗 是Taco的小狗狗 這次是Taco的小狗狗 這次是Taco的小狗狗 我們去的當日天氣都OK 不算太曬 還很好風 看看 整隻海龜都被風吹走了 我們換個角度 看看水底的情況 狗仔就是這樣游泳的 這種水底拍攝 用一樣小工具就能拍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留言告訴我 多人有興趣的話 我就拍影片分享這個 簡易版的水底拍攝方法 濕了碎的Taco Demo像不像地拖呢 我覺得呢 這個狗泳池整體來說都算不錯 今年我們應該主要都會來這裡游泳 如果觀眾想了解多些收費的資料 可以按在Info Box 看看 正所謂有多久風流就有多久截墮 很開心地游完水之後就要吹毛了 九泳池有自在洗澡和吹毛設施提供 而且還有熱水洗澡 但是記得洗澡液和毛巾是需要自備的 來到最辛苦的步驟 就是吹毛了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九泳池提供的吹毛機 應該是雙摩打來的 因為雙摩打風力太強的關係 我們用單摩打的風力來吹 最後吹了一個半鐘 才可以將衣毛徹底吹乾 嘩 泳池沒有跟衣室提供的 主人要換衣服就要去洗手間 這裡除了有泳池之外 還有草地給小狗玩的 還要在泳池旁邊 很方便 You're eyes are blue me pressing through I can't forget the day we met You smile so bright It makes me small 說了那麼久 這裡是哪裡來的呢 這裡叫做Dot Come 在元朗麗安花園附近 其實這裡還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大井娛樂會 在附近的環境就知道 大井娛樂會是一個可以BBQ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BBQ場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一個可以釣魚的魚堂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教學玩樂的資訊 或者喜歡看動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分享給朋友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